炒丝瓜,有人焯水,有人直接下锅炒 难怪炒出来的丝瓜不是发黑就是出水 今天教你一个炒丝瓜的小技巧 保证炒出来的丝瓜颜色翠绿不发黑 首先用刮皮刀刮去丝瓜的外皮 然后切掉头尾 去皮后再改刀切成滚刀块 尽量切小一点,手起来比较快 切好后装入碗中 接着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 滴入少许的白醋 下手翻拌一下 把丝瓜浸泡10分钟 用食盐和白醋来浸泡丝瓜 可以防止它氧化变黑 准备半个红椒切成小块 搭配一下颜色 另取一个小碗打入4个笨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丝瓜浸泡好了之后 把它捞出放在漏勺里面控干水分 接下来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淀粉 倒入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快速地滑熟滑散 鸡蛋炒至定型后 把它滑成小一点的块 然后先将它盛出来备用 锅留底油下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炒香后 下入控干水分的丝瓜 这个时候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均匀 这样可以减少丝瓜大量的出水 很多朋友都是把丝瓜焯一下水再炒 那样的话 丝瓜的营养全部都流失了 以后丝瓜你就像我这样炒 把丝瓜炒出汤汁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 才是最好吃的 丝瓜炒至变软后 再下入红椒 继续翻炒均匀 把红椒炒至断生 然后倒入炒熟的鸡蛋 淋入调好的料汁 继续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锅中的汤汁炒至粘稠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帮忙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 丝瓜炒鸡蛋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 颜色翠绿不发黑不出水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